平壤如玉琦深夜举行阅兵胜利日高调庆祝停战70周年 北韩趁机大秀军武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和大陆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李鸿忠 全程参与阅兵大典 照片看到神似美国无人侦察机全球鹰RQ-4和死神MQ-9 是北韩从未亮相疑似新研发的无人机 美制无人机复刻版早就出现在前一天的武器装备展示会上 南韩智库分析认为北韩至今还无能力仿制出与美国同款无人机 不过台湾有望先一步获得美国军售的无人机 路透社独家透露美国最快 最快周五宣布高达3.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包含四架飞武装的死神无人机MQ-9A 有望为台湾军事侦察带来优势 美国国防部长快闪巴布亚牛挤内亚 签署双边防务协议 巴牛的军用基地在紧急状态下将提供美军使用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